哈囉大家好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動漫冒險啦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左下角 欸怎麼又多了一隻神話角色 沒有錯 因為我之前的話 基本上有瘋狂一直在打我們故事劇情 然後又來抽我們這邊的這個 矮獎的這個卡石的 結果呢 欸 被我抽到啦 不過這個矮獎的話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攻擊類型的角色啦 然後這張角色好像是BUFF型的角色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 他的這個能力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那有另外一隻也是BUFF型的角色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喔 因為我有發現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誰啊 我們這邊的愛的話 基本上他只要在場上喔 就是我們其他周圍的這個角色 不是周圍而已喔 就是整張地圖上面的角色 都會有就是那個加成喔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欸 攻擊加成這樣子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他是神話角色的關係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一下 因為我記得小鷹這邊的話 好像也是一個 會回血的吧 對 他是3%回血 但是他沒有就是那個攻擊的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個範圍 如果 如果他有自己一個範圍的話 那就代表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愛 愛的話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只要放在任何一個位置 我們全地圖上面都會吃到他的這個 BUFF的加成喔 就還滿厲害的 那現在來說基本上 這邊私底下已經打到了這個 第四關卡了 然後這邊有觀眾提供了就是幾組的這個 那個什麼 禮包碼吧 類似禮包碼 就是我們就是那個代碼 然後這邊會直接送你就是很多的這邊東西 還有送這個 3000的這個鑽石喔 這個 很感謝各位觀眾的這個 支持跟這個就是幫助喔 然後 目前來說 這款我是覺得他的這個特效做的是真的 頂不錯的啦 而且角色也做的很可愛喔 這個真的不錯 就是因為我之前是玩那個動放打房全明星的 兩款都有他美的地方 但是這款因為比較新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是他的那個角色 那個細膩程度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兩款 如果有時間的話 兩款都給他玩下去 就是沒有問題的啦 那我們就來等待一下 這個比較可惜就是 他的這個遊戲是沒有加速的 然後他也沒有就是 快速進入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這點比較可惜一點點 因為 照理來說就是他如果有加速 說幹嘛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現在第四章節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個風啊 應該是風影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這個 火影忍者的這個環節喔 所以 這邊的話看這個建築就真的就是 蠻壯觀的啦 我覺得他這個 建築的這個 欸 該怎麼說 製作程度的精良度真的是 因為這款好像只有 比動漫塔房全明星晚出一年而已 沒想到一年就可以就是 進度這麼多 這個還蠻不錯的 如果大家喜歡就是 動漫下光的這些遊戲的話 想要操控這些角色的話 欸這款跟就是我們動漫塔房全明星 都很推薦給大家喔 來看吧 這就是我們這個 隱藏沙村 這個做的真的頂好 好我們就直接先來投票開始 然後我記得他們在這裡 對 就這邊有沒有 就在這邊就完全沒有什麼問題了 哇這個會不會吃板拳啊 對啊這個 這音樂 我記得活躍忍者好像是會吃板拳的 所以 要特別小心一點點喔 好我們這邊先下一下我們這個 九九 這邊先來一個這個九九的喔 因為他我覺得還算不錯的原因是因為 他會有一個那個 地圖的這個就是 一個凍結的這個效果 然後小英的話看起來就是 他在站在旁邊 然後 我先看一下他周圍會不會能夠補血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吊塔兵團的團長他就是有放那個 範圍的那個 加攻結技能 我們先看一下 小英放下來的話好像 他有吃到效果嗎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吃到效果耶 這樣咧 這樣好像 感覺好像是有耶 就是地板的這個框框變綠色的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把那個就是 愛放就是比較後面的這個位置 他會不會也有吃到這個效果 他好像就沒有了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 他好像也有耶 我不知道耶 反正因為我們看我們愛放在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出一些其他的角色對不對 他這邊就會有這個 攻擊加5%的這個效果 所以 那如果 他們這種就是 增加這種類型的這個角色如果都是 不用就是放在附近的話 那其實 愛的這隻神話的話就不知道 到底是神話哪一個點的喔 還是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比較知道就是 到底他有加成哪一些東西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他這邊的話最高好像是 加成10%的這個攻擊力啦 然後 小鷹如果這邊都會回血的話那好像 也還行耶 而且我也不知道回血到底是什麽意思 因為這遊戲的這個角色 難道他沒有血量的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關的話基本上我都是現在這樣 把紅髮跟這些都綁在這邊 然後這個小鷹他們就 放在這個位置好了喔 不是幫忙 回血嗎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邊的話你看這個 愛獎這邊 2500的話這邊就會再往上提升變7% 有沒有看到 這邊全部都會加7% 然後你不管放在哪一個位置喔 我們這邊的話 全部都加的到 然後 這邊比較酷的就是我們這個愛獎的話 他會有這個 演唱會的這個效果好不好 卡哇伊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愛啦 真的還不錯 但是他是神話角色 但是他沒辦法攻擊 他是加buff的 而且他最高就只有提升到兩個等級 也就是5000這邊 然後 總共的話基本上我也不知道 就是這樣的加成會不會加很高啦 搞不好他其實超強喔 就是 一拿到之後的話基本上大家就說 喔唷 搞不好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 他加的真的很多 但這個可能就要請問一些就是 比較老的一些玩家了 因為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究竟就是 到底有沒有那個差別喔 因為 他只有就是 兩階可以升耶 而且 最高就只有升10%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 稍微有點比較 低一點點喔 這個就不知道到底該不該用了 而且 他只能放一隻啦好不好 只能放一隻的話 代表我們就是沒辦法 繼續給他累加起來 所以比較可惜 如果能夠 累加起來的話 那應該 會頗嗨 好看到喔 這邊給你看一下 最完整的這個演唱會 就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可愛啦好不好 可愛的愛 好不好 愛豆魯桑 喂 那這就是我們那個 新的這個 神話角色 好不好 之前 一直想要抽的 然後現在基本上我們的這個 這個動漫冒險已經抽到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那個 動漫塔房全明星 還沒有遇到 還沒有遇到任何一隻的這個 愛獎喔 這邊 可惜一點點喔 那如果大家比較熟這個 BUFF型這個角色的話 也可以再跟著名分享一下 因為 這遊戲我說真的 他的這個 詳細介紹的這個東西好像 沒有到就是 標誌的這種明確 你知道嗎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真正效果是什麼東西 他也沒有就是 標示的很明確 害我就是 看不太懂 這個是傀儡師 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敵人 做的真的是頂好了 這個是 殺忍者村的喔 然後當然那個應該是 勘九郎吧 勘九郎也是那個 我愛羅他們那個殺忍者村的那些角色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來逛一下這邊這個地方 這其實建模真的是建得很好耶 我的天啊 這很厲害 而且 你看我們都可以踏到這麼多地方耶 雖然 這邊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蓋這麼大幹嘛 這些應該 都沒有人會過來 但是真的是做得很好耶 然後 我們是幫封影要來守這個位置是不是 不能讓他們進入我們這個 封影大廳 欸 這真的地圖做得很好 尤其是 我們從那個就是那個 七龍珠開始看到這個後面 我就會知道他們其實 那個地圖的這個建模的用心程度真的是 波棒 波棒 然後這個是誰啊 欸這隻我還真不知道是誰耶各位 這是那個嗎 六道系列的角色嗎 還是誰啊 這個我不知道耶 有點強耶 我們現在先把那個 紅髮先拉高等級 拉到那個就是降這個 流星火焰 好不好 流星火山 然後真的扛不住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拉 Jill 用他 來去打一個那個暫停之術 目前來說這個層級對我們來說應該都還行 可是可以先 升一下這個 讓他就是 打出那個就是 暫停波 我們就可以就是比較舒服一點點了 這個愛 在這邊開演唱會 喔他還沒辦法出售耶 因為他看起來我一開始以為就是 他會不會就只是一個 讓你收集的角色然後他不能幹嘛 結果我後來發現 喔他居然是可以增加攻擊的這樣子 但實際上加這麼少 我是不知道就是這遊戲是不是那樣子算是加很多啦 因為他只有加這個 10%而已 他比那個 調查兵團團長還要就是 加的還要就是 沒那麼多嗎 我忘記調查兵團團長加多少 他會加3%而已啊 他如果加3%然後又是一個小範圍的話 那確實就是 我們這個 愛獎會比較猛耶 因為如果那個團長的大招只有加3% 然後因為有角色 有一些角色他們旁邊是有大招的啦 就是會有招式 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紅髮跟 這個季偶好像沒有 然後我們那個愛獎也沒有 所以不知道 然後這個我也 我也不知道到底 幹嘛 這個射程什麼東西的 然後像這個射程6.8 但是他 只要一放下來基本上 都可以吃的到 那就不知道他這種就是 比較輔佐類型的角色的這個 就是他的那個就是 射程範圍是標什麼的 就是代表什麼意思這樣子 因為他們也沒辦法攻擊嘛 哇 其實比較偏可惜耶 因為我一直以為可能 愛的話他是一隻就是 魔法攻擊角色 然後可以看一下就是 他邊唱演唱會 然後邊扁人這種姿態 可是現在好像看不太到了 QQ 他就會在旁邊自己開演唱會 然後幫忙加這個BUFF 我覺得全場加BUFF是真的 還蠻厲害的 阿小英我就真的 不知道意思了好不好 他這個加3%的這個意思 真的是 看不見 所以大家如果 比較清楚這個遊戲的這個機制的話 歡迎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我覺得好難懂喔我的天 那個 語文能力堪憂 你們知道嗎 欸 我看一下喔 不行啦 我想說這邊的話 要這個波式的這個東西 可以按加速或幹嘛 好像是不行 好 那我們這邊就繼續 讓這個紅法 也升到就是降這個流星火山 然後我之前有挑戰過就是那個 比較高難度的那個挑戰喔 我這邊的角色 砍下去對不對 跟抓癢一樣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 就算抽到神話角色 你沒有去練他喔 你基本上 也是跟抓癢一樣喔 很難打贏喔 沒有那麼簡單喔 這遊戲 然後比較可惜就是 他的特效好像就真的就只有兩階段而已 就是 像我們第一階段 然後跟這個就是 原本是 那個腳腳攻擊啊 然後變到最後變成那個 就是 打那個坦克車 然後矮獎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這邊跳舞 這個是矮獎啦 你們覺得做的怎麼樣 我覺得 做的蠻細緻的 尤其是他那個眼睛有沒有看到 他眼睛 就是那個眼睛 有沒有 這個眼神 有沒有被他迷上了呢 啊 就是這個卡哇伊的眼神 我覺得他 他神話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就是一個 看板娘的那種感覺的話 那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只是 拿他 然後當我們在掛這個無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欺賞他的這個美顏有沒有 哎呀 哎 有音樂是不是 這邊好像有他自己的這個專屬音樂 所以他還可以 開一趴耶 哈哈哈哈 卡哇伊啊 卡哇伊 然後我們現在要打這個BOSS 重生小狗 哇 這隻是誰啊 這隻是那個嗎 看九郎的傀儡嗎 看起來很像 有沒有 應該很像 我們這邊應該可以把這個 小鷹都出售掉了 雖然我覺得出售好像 也沒辦法做什麼大事 但至少可以再叫一隻紅髮出來吧 我們把他開砍 現在來說我就是拍這個ROBLA的時候啊 我都會先把就是 電腦的一些就是吃資源的東西先關掉 好像就 比較不會當機了 這一次就沒有當 會不會待會說完之後就當了 笑死 我們現在在這個就是滿滿的這個 滿滿特效的這個區塊裡面喔 應該是OK 反正現在來說我覺得最需要大概就是 布馬一定要放 因為布馬每一波的話他都會給你錢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自己一些 恭喜系的這些角色 然後再來就是 愛的話這邊應該可以放啦 我想要先問大家就是說 他這個加成到底有沒有很高 如果他這個加10% 全場加10%攻擊力很高的話 那就 就確實就有那個 神話階級的這個角色的這種感覺 因為這款遊戲他的這個數字 明顯就是沒有像那麼大 你知道嗎 都是這種就是 230 593的有沒有 就是比較偏小的 不像是那個 呃不像是那個 動漫塔王全明星的後期啊 那後期他有一大堆那個K 就是幾千幾千那個傷害的那種角色出現的感覺 不然一開始好像也就是這麼低喔 所以這些角色感覺到最後的話 應該還是會被替換 除非就是有什麼能夠就是 讓自己就是把他在往上加成或是突破的 喔 這邊應該是ok的 你看這個凍結就很重要啦 所以這個既有的話呢 我是推薦大家可以抽 他是一隻傳說角色喔 傳奇角色應該也不會太難抽 好打贏了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愛啦好不好 終於是抽到了喔 然後真的就是打了很多這個關卡 然後拿到這個很多寶石這樣子喔 再給大家欣賞一下 卡哇伊啦 啊